大家好 大破阶不能参加路边选手间 太希望了 好 我说明一下 大破阶想参加路边选手间 日本选手界的一碗公尺的比赛 那他仍然以前第一名吧 日本第一名吧 日本选手界是在六月的每年一次 决定日本第一名是谁的比赛 那今年呢 到佛山上加一碗公尺 所以看一下 日本选手界的固定 那怎么会参加 谁会参加入门三手界 那一碗公尺的话 第一个条件是 你要和参加标准记录A 参加标准记录A是28分钟20秒 最快的一碗公尺的记录呢 是27分38秒 所以呢 他练健保的话 应该是28分钟20秒 是很容易吧 但是呢 去年的时候 这个是一年以内 那只有去年呢 他没有包一碗公尺 所以他去年 没有破这个记录 上加标准的记录 所以这个倒不会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条件 那还有一个条件 陆边的天津连好会 推荐的跑者 会参加 所以呢 但是呢 大婆问 日本的天津连好会 说 不可以 不难 所以呢 大婆 有点生气 欸 所以他问 他第95分 这个第2个是什么固定呢 第2个 这就是 不是很可控 所以呢 那个 他说 那个点减会 喜欢的人 可以推荐 然后 点减会 应该不喜欢他 所以 没有推荐 这个不公平 这是他 那个 跌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 这次呢 大婆有先起 然后 破很多 推荐 点击就是 不得不得 那 我也希望 那个我想看 大婆 跑 日本选手间 其他的 还有 日本有名的选手吧 剩下有 谢拉 这样的 日本有名的选手 我就我想看 大婆跟 大婆一起跑 所以我也喜欢 但是呢 我觉得 日本的点减会的 确定 其实是对 因为呢 大婆没有 破 28分 20秒吧 但是他 被推荐 他 会参加的话 还有其他的 选手 不会破 28分 20秒的 选手吗 对他们 不公平 为什么 大婆一个人 参加 不会参加 那然后呢 破 28分 20秒的 很想我们来 那个 参加自大的 比赛 也很努力破 这个 参加标准的 纪录吧 大婆 不知道 那个她 跑 东京 所以 没有时间 跑 一万公斤 但是她 没有 跑一万公斤 所以呢 她 她 很想参加 一万公斤的话 她 一定要参加 一万公斤的比赛 然后波子的记录 就是 公平吧 大婆说 第二个条件是 不公平 但是 我觉得 我认为 日本人会 会剪她的话 那个 这件应该是 不公平吧 这次 我觉得 日本警戒 会决定对了 但是呢 还有机会 那两个条件是 在 六月 的时候 六月的时候 没有 30个人 或 参加 妖军基础A的话 比较快的分 那个 到30人 可以参加 所以 大婆 应该会参加吧 我们期待 大婆 还有一回 参加 一万公斤的比赛 大家好 我们期待吧 我是Tomo 谢谢 看我们影片 如果可以的话 请第一位 我的MV频道 在这边 然后 比赛期 看到我的棒 A1就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